位于荆州长江北岸的观音机 属于荆江大堤的一部分 这条刻在最上面的洪水位 曾见证了1998年 那次惊心动魄的大洪水 荆江大堤岌岌可危 江汉平原众多城镇交通干线 近千万人的安全曾一度告急 事实上荆江大堤自修筑以来 就险情不断 成为万里长江最为险要之处 荆江大堤地处荆江北岸 上汽江陵县早陵港 下地尖利县城南沿家门 全长182.4公里 它是江汉平原的一道重要防洪屏障 一旦溃堤 广袤的江汉平原将会成为一片汪洋 目前荆江大堤为国家确保地段 保护氛围约1.8万平方公里 内有耕地1100万亩 人口800万 京江大堤保护的范围比较大 和万里长江险在京江的京江河道有关 那么京江河道是怎样形成的 它具体又险在哪里呢 亿万年前来自雪域高原的涓涓系流 规矩成汹涌澎湃的大江后 穿过无数崇山峻岭 绕过无数极流险潭 最终涌出西陵峡口 向着古云孟泽滚滚扑来 亿门泽的话 据唐吉江老先生考证的话 就是在现在的就是江陵 建立洪湖 这一大片地区 面积的话大概是两万平方公里 这就是最初的京江河道 当时在京江河畔 生活着成群结队的麋鹿 当时的话有麋鹿 还有大象 老虎等很多的野生动物吧 当时楚国的 就是国军经常到云孟泽里面去打猎 所以当时这一块的话 就是一片湖网沼泽之地 那是他们的一个 楚国的话就是狩猎的地方 麋鹿有着宽大的四体 可以在泥泞沼泽之中从容自如 另外麋鹿还善于游泳 它主要以青草等水生植物为食 当时的京江北岸水草丰盛 湖泽沼泽密布 是麋鹿生长的天堂 对于京江来说 大片的湖泽沼泽是天然的泄洪场所 因而在这一段时期 京江很少爆发洪灾 东京之前的话 长江从支撑以下的话 就是进了一种慢流的状态 听象来说的话 就是洪水一大片 那枯水有几条线 当时没有提防 因为当时洪水也比较低 进入 洪水 近人在堆金台修筑了锦笛 锦笛修建于公元345年 这是京江河岸历史上 第一次修筑的大地 与现今长达180多公里的 京江大堤相比 锦笛仅3.5公里长 极为短小 京江最早的河堤 为何会出现在堆金台一带呢 京州古称江陵 在东晋期间极为繁华 其重要性仅次于首都扬州 当时有江左大镇 莫过京阳一说 由于江陵地处长江岸边 并且地势低于洪水位 为了防御洪水侵袭 京州次使环温在江陵城 东南的堆金台修筑了金堤 此后京江岸边又修筑了 沙氏堤 寸金堤 黄潭堤等大堤 这意味着近代之后 京江洪灾爆发更为频繁 那么频繁的洪灾 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开始多些的话 主要是南宋时期以后 江汉平原呢 人口逐步的就发展起来了 因为当时因为北方战乱了 为了抵抗金兵呢 大量的北人来到江湾平 这一块地区 随着京江北岸的人口密度大大增加 大片由泥沙冲击而成的肥沃土地 被开垦为耕地 京江的河滩迅速消失 蓄洪区域大幅减小 而京江在泥沙淤积的作用下 到了宋代 形成了统一固定的河道 泥沙继续沉积 逐渐抬高了河船 使水位不断抬升 美防汛期河水暴涨 特别容易爆发洪灾 宋朝不得不增修多处河地 公元1168年 京江爆发大洪水 冲垮了东晋修筑的锦堤 一时间 荆州被洪水淹没 江汉平原成为汪洋大海 南宋朝廷最后调来 当时的少壮派才子张孝祥 对偏安江南的南宋朝廷来说 此时的江汉平原 已经成为关系国家命运的粮仓 如何保住江汉平原呢 张孝祥足足考察了两个月 才制定了修建新大地的方案 尽管宋代修筑的河堤 构成京江大堤的雏形 但京江沿岸依然有许多学口 又就学十三口之称 九学十三口的话 有的数法是九学 有的数法是九学之外的话 还有十三口 或者说有的数法是九学 再加上十口 然后又火尾十三口 其实这种数法都是不缺切的 当时就泥南极栽的话 那些血口的话 有十多处血口 这些血口的话 在洪水期间的话 起到一个分流的作用 但是有的血口是不断地有淤色 随着河水泥沙的淤积 大部分血口陆续消失 到了1542年 明朝组织大批人员将京江大堤上的最后一个血口 好学堵住了 好学被成功堵塞 意味着历时1200年陆续修筑的大堤最终形成了整条京江大堤的雏形 塔上道堆金台 下至托毛腹 全长124公里 而京江大堤形成的这段历史 被概括为 坟段修筑于东晋 扩展于两宋 合拢于明末